欢迎收看健康2.0 我是姜文俊 我是韦如 其实狗狗一直是我们人类最好的朋友 有时候你回家的时候 工作一整天很累 看人家的小狗在门口等你 一整个心都融化了 但是狗狗除了陪伴之外 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比如说前一阵子徒有极大力阵 人家就带着搜救犬去救人 那现在海关渐渐地开放了 有很多的狗狗在那边闻行李 在闻气毒 没错 这些狗狗经过训练之后 就可以帮助我们人类很多事情 变成护国神犬 不过狗狗的品种这么多 有哪一些种类适合当工作犬 不是每一只狗都可以拿去做训练的 比如说像拉布拉多犬 它就可以做导盲犬 也可以做搜救犬 雪橇犬可以载很多很重的东西 可以拉东西 黄金猎犬听起来就知道 猎人带去捕猎猎物的 还有像一种牧羊犬 就是帮忙牧羊的 不是随便都可以乱做的 是的 没错 我们今天现场的两只狗狗 通通都是拉布拉多犬 如中哥这只fish 对不对 它原本是气毒犬 原本是气毒犬 后来不试任就被淘汰了 还有不试任 对 因为它 是工作态度的关系吗 不是工作态度 第一个是个性 他个性比较敏感 比较害羞 然后后来他发生一件事情 包括他一开始的时候 是惧怕楼梯的 惧怕楼梯 所以他在寄养家庭 先去寄养家庭当中 那个妈妈都去跪下来 陪他一步一步走 走了这样的三个月 走楼梯 不敢走楼梯 怎么会这样子 好奇怪 然后后来又发生一个事情是 他出了车祸 然后被撞了之后 当时因为很紧急 包括肝指数 包括肋骨都断掉了 所以又花了更多的时间 给他爱 让他去适应 但是后来听说真正的原因 因为他还是 因为个性虽然害羞 但很稳定 大家可以看到 很稳定 然后很好牵 不暴冲 所以又爱讨摩 是小三的性格 所以大家都喜欢他 一直给他机会 听说最后真正被淘汰的原因 是因为 他的名字叫Fish 是F开头的 那一批都是F开头的 母狗生出来 通通都是F开头的英文名字 那一批太优秀了 听见好多都是优秀 竞争太激烈 对 竞争太激烈 只是被他兄弟姐妹淘汰就对了 对 他是A段班的后面的几位 所以他一关一关 第一次课程过就没过 再给他训练一次 还是没过 就开放 就重考没有伤就对了 就看不到你的联考一模一样 所以就后来你就把他领养走了 是 其实这边还蛮奇怪的 因为我们看到那般的狗 大部分的狗好像爬楼梯都很快 如果你是小小的那种马尔吉斯 你说楼梯有时候阶梯比较高一点点 你不敢爬就算了 这只狗明明那么的大只 大只 他为什么会不敢爬楼梯 其实很多狗在开始学爬楼梯 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人的角度就是 那不就楼梯吗 对 所以他从来没有站在他的角度上 而且你用的方法 基本上都是错的方式 比方说 一个楼梯从一层到十层 然后你就走上去 拖着他上去 拖着他下来 你走一辈子他都是怕的 就是一定是怕的 他不可能会舒服 我换一个角度讲 如果你有十层 我把它在第十层的地方 我把它放在第九层 放开来他会做什么选择 赶快跳到第十层去 跳回去 他会跳到第十层 反复多次后 他对第九层就产生安全感 因为他知道我可以马上到第十 等到这一个阶段完成 我们放到第八 他就知道我如果上了九 就可以到十 所以从八又到九到十 就反复退回来 然后最后从第一 他就可以自己上或自己下 所以你要反过来训练 你不能够直接就让他这样去 就像游泳一样到海边去 很多人就把鬼就丢到海里面去 你被丢一次就是要 他不是天生就会游吗 对 所以我们如果真的 如果很怕水的 我们宁可在岸边 然后放在脚踩到水底 他可以跑掉 然后重点不是说只是放这样 你要鼓励他 他如果放在那边 他跳上去 称赞他你好棒 你跳上来了 你跳上来了 一次一次的 然后他建立了信心 然后越来越过去 所以只要上下楼梯 不需要花什么 三个月 三天都不用 我们站在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让他去 但是我们不要觉得 这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对 你要真的有方法 你方法不对的话 你永远都交不好了 是 因为要变成工作犬 它条件其实非常高 像如中哥的FISH 就是没有通过考验 不过今天另外一个是我们海巡署的征收犬 花朵来到现场了 他们是有通过考验 平常我们一般人要怎么样领养他 一般像以我们海巡署的话 我们会有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 他属于以后会有我们的领犬员 首先先领养这样子 如果领养领没办法的话 就是有我们海巡署 那个署内里面的人员再领养 所以如果他们要退役 先从一开始照顾他那个人 先领养 对 先开始这样 因为他比较熟悉他的生活 或跟他的 譬如说他有一些髋关节问题 还是什么的 他会医疗照顾比较了解 对 接下来会开放给我们海巡署里面的 那个 同人去领养 然后接下来才会给一般的民众 那我们基本上领养的话 我们都会对 这些民众就是做一些访查 对 他的环境 跟他的医学知识 跟他的饰养经验 下去做评估 他穿上像有前科也不行 像我们工作犬 因为他工作得比较辛苦 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 他可以找得到一个 很好的方式 就是他退休 他们大概多久会退休 基本上来讲的话 他从他正式考试考完以后 他可以服役四年 那四年过后 我们会请受医师这边 做一个评估 那如果评估后 OK的话 就是每年做评估 如果OK的话 最多可以到七年的部分 七年喔 对 那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就会让他退役这样子 那征收犬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哪些必要条件 比如说像嗅觉这些 你怎么看这些 你们真的会对着这个 去选这个狗吗 基本上会 因为基本上我们对征收犬要求的话 会比较高一点 对 那我们对犬之的话 第一个就是他身体要健康 第二个就是他真的要有敏感的鼻子这样子 然后第三个他会比较喜欢主动 比较好动这样子 不能害羞就对 对 不能害羞 因为他要去外面跟民众做接触或去搜索 如果旁边有太大的声响的话 他就会吓到这样子 那我们会希望他也比较稳定 像挖斗的话他就是比较稳定这样子 那我们也会希望说 我们他喜欢吃 喜欢玩球这样子 就是要选一个比较外向 这里比较健康的 不过他们服役的时间其实也蛮长的 你说四年还可以演艺三年 总共是七年 这七年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 我们人说常常要保持身体健康 我们就要定期做健健 老师 你说狗也要健健 他要做哪些项目 一般狗狗的话 其实跟我们家犬其实差不多 我们工作犬其实跟我们家犬差不多 就每年的血液检查 然后像X光检查 超级波检查 这些都是必须的 那我们的工作犬大部分 他都是属于大型犬 中大型犬 所以说中大型犬 他的疾病有什么样的疾病 比如说像髋关节方面的问题 骨骼关节方面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我们检查的重点 所以这些通常跟一般的家犬 没有相差太多 所以大概就还是有分年龄 对不对 是 所以大概就是做这些项目就对了 是定期的规定要做吗 像你们这个有规定要做吗 有 这是固定的 时间到就会让他们做一些事情 对不对 其实我刚才有讲到 不同的狗 它因为他们个性不一样 所以不是说每一只狗都可以拿来做征收犬 也不是每只狗都拿来做弃毒犬 大概会怎么分啊 戴医师 其实我先强调一个 第一个就是嗅觉 嗅觉说要做征收犬 弃毒犬的嗅觉要多好多好 没有一只狗的嗅觉做不到 应该这么说 他们的嗅觉超过我们人类的一万以上 所以大家都可以就对了 每一只狗都可以 连猫都可以 只不过我们不会用猫 因为猫可能做 闻两下 我累我睡了 所以他大概不会想去做 我们也不会去用比方说大白熊 大白熊他不想工作 他只想躺在那边 因为他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部分会挑 就像刚刚讲的这些 比较有主动的 比较活泼的 我们讲的叫做activity 就活力上面的level水平是比较高的 所以他可以一直去做这件事情 而且他是喜欢做 他连续做三小他就觉得很开心 而不是你逼他去做 我累我不想做 所以个性就决定命运就对了 完全是这个角度 所以很多国家在别的国家 台湾我现在没有那么熟悉 里面能允着 但是在一些进步的国家 甚至于流浪狗 他们会到收容所里面去找 哪一些有符合这样的特质 嗅觉不是问题 除非你鼻子有问题 不然正常狗的嗅觉 我们都可以去训练 所以这是我们去挑选的 最大重点 嗅觉是其次 真正是他的服从性好不好 然后他能不能够去持续性的工作 因为你不能养一只 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坐了半天 他下去坐了一小时 就躺在那边 我不干了 大白熊二十分钟 大概就躺在那边不动了 所以为什么要用这些狗的原因 在这个地方 就是他的个性的关系 对你看一下 很稳定躺在那个地方不会动 但是真正要工作的时候 他一直闻 很认分就对了 因为其实一直使用嗅觉的话 其实是很疲劳的 会累啊 所以主要是个性 没错 不过我们知道 我们常常说看到那个人倒地 你要帮他CPR 对要急救 狗倒地也可以CPR 要怎么做 那现在有一些狗狗的话 譬如说像我们的工作犬 资金犬 我们在野外 或是说在机场 在什么地方 我们去执勤 那难免会有一些意外 所以说一般的领选员的话 都要学习 我们怎么去做CPR 怎么做 那CPR的方式的话 其实跟人大同小利 那我就这边就做一下示范 那通常我们在做CPR的时候 我的教法的话 就是说我们就是一个 比较好记的方式 就是逆时钟 逆时钟去做检查 譬如说我们先检查 他有没有脉搏 就是内骨动脉 我们这边做检查 逆时钟 然后往这边检查 我们要清除他的口腔异物 当狗昏迷的时候 他口腔可能有异物 可能有一些呕吐物 或是口水 那我们就尽量把他舌头举着 然后把他口腔里面的异物 我们把它拿出来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就是去找心脏的位置 在哪边 那通常 狗狗心脏在哪里 OK 通常我们 譬如说竖者的话 我们会希望在狗狗的背部 背侧 然后我们在他的背这边 我们站在这边 不要站在这边 我们站在这边 然后我们尽量让他右侧躺 他的右手在下面就是右侧躺 因为心脏在左边 狗狗我们一样现在在左边 对 所以我们要在 心脏的话就是 左边朝上 然后我们前脚 前脚的话往后缩 然后这个膝盖往后缩的地方 大概就是在这边 然后他心脏位置就是在这 是 OK 那我们开始要做按压的时候 就譬如说这个是中大型狗 然后我们的双指可以交扣 这跟人一样 对 交扣 那如果说是小型狗 比较小的小型狗 或是猫 我们就用三指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做按压 所以我们其实压小朋友 我们也是这样 也是用手指压 那这个是大型狗 所以说我们双指交扣 然后手打指往下压 然后我们往下压的速率的话 大概是一秒钟两下 然后压三十下 然后我们压下去的话 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深度 我们深度大概是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你不要一次压到底 它肋骨可能会被你压断 好 那我们就开始按压三十下 好用力哦 一面压一面数 累了吗 一般我们真的压了三十下 那我们压完三十下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我们要帮他做吹气的动作 对 那人的话吹气的话是直接嘴巴对嘴巴 那狗狗的话他嘴巴很长很宽 所以说我们要把他用双手的扶口 把他嘴巴捏住 然后我们的嘴巴是含住他的鼻子 那我们一边在吹的时候 我们注意看他胸腔的起伏 有不起来哦 对 那我们就提起一口气 对着鼻子吹 它会有一点微微凸起来 真的耶 好 那我们这样就完成一个动作 那我们就连续做五个循环 是 再看东西评估一下它 没错 不过还是要专业的人 像这些工作犬 其实跟我一般家犬还是不一样 因为毕竟它是有任务在身的 平常领犬员会怎么样照顾这些征收犬 平常就是我们以健康为最重要 然后再来是安全 那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会先带犬肢做散放 散放的时候 我们先观察他的犬肢 他的动态 跟他的精神是不是正常 然后他会散放 所以我们会检查他的粪便 他的形状是不是 是不是OK 他的色泽跟他的尿液这样子 对 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到喂食的部分 那我们食物的部分 我们会以犬肢的他的体型 他的重量 跟他的个人的体质 下去调配他的饲料这样子 OK 所以每一只狗都有特别的照顾的方法 对 是 其实我们人有所谓的很多的一些流行传染病 所以我们常常会定期去打一些疫苗 但是你说狗也有这些传染病 需要定期去打疫苗 甚至可能需要吃一些药来预防某些毛病 OK 好 那其实狗狗的传染病在台湾其实是蛮多的 那有一些传染病的话 在我们的疫苗里面都有 那我们只要定期去帮他施打疫苗 基本上是对这些疾病的话 都有一些预防的效果 那有一些在台湾没有 例如说像狂犬病 狂犬病的话 在目前在台湾没有全貌的狂犬病 对 但是它是一个法定的疫苗 是一定要打 这是法律规定的 那狂犬病是属于第一类的法定传染病 然后它致死率的话 几乎是百分之百 对 那一般在台湾一般的民众 我常跟我的施主讲说 我们通常不太认识狂犬病 也不知道狂犬病的可怕 那你如果说 我常常经常跟他们讲说 如果说你到内陆国家 比如说像泰国 一些内陆国家 路边有很可爱的小狗 你尽量不要去摸它 但万一你被咬了 你不知道 那你可能感染到狂犬病 对 一般在台湾 现在的民众不太会说 我被狗狗抓伤 舔的 我手上有伤口被舔了 我时候被咬一口 我马上就去打 没什么大不了 对 我们会这样想 但是那是因为在台湾 非常的安全 那如果说你现在在国外 在内陆国家 那万一你被咬 你也没有这种观念 那等到你发病的话 基本上死亡率是百分之百 然后其他像 全温热辣小病毒长眼 那个在十合一疫苗里面 就已经有了 好像百合一十二亿 在里面基本上都会有 只要你定期的去施打 基本上这些疾病的话 都不会发生 那另外一个就是新丝虫 对 就是有听到 他们说喂飼料再吃 这个到什么东西 新丝虫的话 很多人都 之前的话 因为新丝虫在 那个虫在心脏里面 所以说它看不到摸不到 所以说不知道它的危险性 那它的传染媒介的话 是蚊子 那你如果说蚊子叮咬的话 就可能会传染到 那像有一些狗狗的话 它突然暴毙了 很有可能是新丝虫 很有可能是新丝虫 所以说我们还是会建议说 我们大概每半年做一次 血液的筛检 看看它有没有新丝虫 如果说没有的话 我们就是预防性投药 那现在投药的方式有很多种 比如说我口服的 或是说用滴剂的 滴在它的后背的 后颈部的皮肤 甚至说用打针的 打针就很方便 我打一针的话 可以维持一年 那你如果说用口服的 用滴剂的话 我大概一个月 我就要做一次 所以为了你的小宝贝的健康 定期的打疫苗 还有一些预防性的投药 可能都一定要做 其实前日我们看到 那个土耳其大力人 真的很感人 除了人冲过去之外 有很多的搜救权都冲过去 那你知道这些护国神犬 平常都是怎么训练的吗 我们广告再回来告诉你